為歸左轉 歧視被天宏科技副總撞飛傷重身亡 18號意外發生之後家屬質疑 新補分局長陪同羅信副總做筆錄 有特權介入 曾擔任前立委嚴寬恆競選团队發言人張宇軒 在臉書上貼文 天宏科技公司的法律顧問是 宏理法律事務所 創辦人是行政院發言人羅秉承 張宇軒懷疑整起事件有高人指點 被張宇軒認為是幕後常敬人 羅秉承上午親自出面澄清 他早在六年前就從宏理法律事務所裸退 從來沒有介入案件 除了羅秉承被影射牽連新竹縣議員 連玉婷也前往地檢署案例申告 新竹縣警察局透過公部門資源 為私人關說涉嫌犯下堵職罪 警戒文化齁就是一直以來 大家可能都會覺得說要透過關係 然後可能會對某一些案件的 承辦員警施壓 車禍意外成為政壇的焦點 家屬也更希望能釐清真相 華視新聞 彭春榮 莊名獻 李詩健 宋一章 台北新竹連線報導 嗨 我是莊雨潔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雨潔一起看新聞吧